初到26年的林志颖终于登上小巨蛋了 那最近呢在小巨蛋举办的2018HITO流行音乐奖 林志颖担任这个颁奖嘉宾以及特别表演两副重任 他呢首先呢是这个祭出了小旋风音乐进化的大秀 接着呢又用赛车的VCR营造刺激感和临场感 接着呢他又换上了鲜红色的西装外套 妇科当年呢这个第一张专辑的经典造型 他也演唱了代表作不是每个练曲都有美好回忆 真的是诚意满满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台湾最具指标性的音乐盛世之一 2018HITO流行音乐奖日前在台北小巨蛋盛大举行 典礼共邀来35组重量级艺人竭力演唱 还请到初到26年的小顺风林志颖特别演出 热唱当年的代表作不是每个练曲都有美好回忆 为典礼掀起一波高潮 不老男神的帅气唱跳魅力席卷全场 更挑战在演唱新歌一步之遥的前三秒钟换装 林志颖也表示第一次踏上小巨蛋心情难免紧张 不过他很乐在其中表演非常过瘾 对出道26年然后站在这个小巨蛋舞台上觉得蛮过瘾的 然后可能因为我出道早关心那时候还没盖好 但是其实我真正想攻的是大巨蛋 他有来看一个菜牌对他看了他觉得很有趣啊 除了担任表演嘉宾林志颖也在卖力演出之后留下来担任颁奖人 让粉丝们一次看得过瘾 不过盛大的颁奖典礼上难免会有意外插曲 周星哲的夯曲如果雨之后 获得2018HITTO流行音乐奖Friday音乐数位大奖 没想到颁奖人宣布得奖人时却口误喊成周星驰 还好一旁的任先其经验老到瞬间化解尴尬场面 Friday音乐数位大奖Eric周星驰 周星哲下台受访时也笑说自己非常爱心爷 已经很习惯被叫错 并透露在接下来的金曲音乐节演出将会大秀舞技 让大家见识到不一样的周星哲 其实我听过别人叫周星驰有很多次了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金曲音乐节呢 其实在我第三张专辑有放入很多的电影的风格 那有特别学了舞蹈 然后会去尝试跳舞 然后也有dancer 所以自己很期待这个部分 也希望我的小星星们也会期待看到周星哲跳起舞来 对